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主持一档六度世界正在测试的项目 六度间隙 怎么从不同角度看待统一世界 这个测试节目的目的是帮助人们 怎么从思考的单一黑洞中走出来 今天讨论的是华尔街日报的文章 马斯克心中的风暴 我们先看看这篇文章 马斯克内心的风暴爆发了 WS Day 埃隆 马斯克Elon Musk复杂的思维方式成为了焦点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本周本应该是关于马斯克周一前往以色列的善意之旅的一周 此前他在推特上支持反犹太主义言论引起了公愤 或者本周本应该是关于 但是马斯克做了马斯克的事情 当他公开告诉广告商们 对他那条臭名昭著的推文感到不安 却他们自己去死的时候 他把所有事情都掩盖了 同时也承认他那条有争议的推文是愚蠢的 冷静的人可能会选择一种方式 挑衅或者道歉 但是两者都有 我的思维经常感觉像一场非常狂暴的风暴 马斯克周三在同一次采访中说 我是一个创意的源泉 我的创意比我能实现的要多 所以我没有创意的短缺 创新不是问题 执行是问题 他在周三的纽约时报 Dealbook峰会上发表讲话 这是一个由他公开挑衅的媒体巨头之一 举办的高调活动 他之所以在那里 马斯克说是因为他和主持人安德鲁·罗斯·索尔金·安德鲁·罗斯·索尔金·安德鲁·索尔金是朋友 或者正如马斯克在舞台上称呼他的那样 乔纳森 多年来马斯克在特斯拉汽车公司和火箭制造商SpaceX的工程成就上让粉丝们眼花缭乱 同时也因为他在个人行为上的古怪举动而让他们感到困惑 比如与陌生人在推特上发生恶战 马斯克一直在暗示他在自己的思维中平衡这一切的挑战 切换上下文是思维杀手 他在感恩节后的一天发推文说 这是他的一个最喜欢的格言 将科幻小说《沙丘》中的一句话与计算机术语多任务处理混合在一起 在《沙丘》中 恐惧是思维的杀手 恐惧的原始反应是退缩而不是前进 实质上 恐惧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 以达到成功 对于马斯克来说 克服的挑战是能够处理火箭 推特 汽车 脑机接口 钻机和超人工智能之间的奇幻 马斯克因其博士杰吉尔和海德士的个性 而声名狼藉 在迷人的远见和暴虐的暴君之间摇摆不定 在周三大约90分钟的舞台表演中 马斯克经历了愤怒的马斯克 委屈的马斯克 脆弱的马斯克 开玩笑的马斯克 哲学家马斯克 浮夸的马斯克 他谈到了他小时候的自杀念头 并谈到了在追求超越这个星球的生活意义方面的重要性 他说他不介意别人讨厌他 同时抱怨拜登总统在表彰电动汽车行业的活动上 对他的冷落有多么伤人 在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的时刻 马斯克告诉对他不满意的广告商们 却他们自己去死 说他不愿意向他们勒索屈服 并警告他们 威胁要使他在一年多前收购的社交媒体平台破产 而且如果他们成功了 他警告说 看看地球对此的反应 当天早些时候 在很多方面 埃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他的名字与他创办或拥有的公司紧密相连 艾格尔说 通过他以一种相当公开的方式采取的立场 我们觉得与那个立场 以及埃隆 马斯克和X的关联 对我们来说并不一定是积极的 对马斯克来说 迪士尼这样的公司试图压制他的言论自由 对其他人来说 他们只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离开 去 他妈的 你自己去 马斯克在台上对一个惊讶的观众说 清楚吗 我希望是的 嘿 鲍勃 如果你在观众席上 对于许多人来说 过去18个月观察马斯克的最令人震惊的是 他似乎是自作自受的错误 因为他试图将X改造成他喜欢的样子 并在公众面前如此努力地挣扎 同时轩弱了他其他公司的成功 对马斯克来说 问题可能在于 他在SpaceX和特斯拉取得成功所需的心态 与经营X的心态不同 在太空和汽车领域 他经历了痛苦的公开失败 因为他学习 调整和再次尝试 火箭爆炸了 生产线混乱 在这一切过程中 他形成了一个指导原则 物理定律是法律 其他一切都是建议 马斯克本周重申 你可以违反人类制定的任何法律 但试试违反物理定律 这要困难得多 如果你错了 并且坚持错误 火箭会爆炸 汽车会失败 为了强调他的观点 马斯克补充说 我们不是在试图找出什么口味的冰淇淋 是最好的口味 最后 显然 马斯克不想被一条错误的推文所评判 他想要被他的工程所评判 他创造了什么 他送上了什么天堂 火箭的记录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东西 你可以讨厌我 你可以不相信我 这都无关紧要 马斯克谈到了SpaceX 至于特斯拉 我们制造的是最好的汽车 无论你讨厌我 喜欢我 还是无所谓 你想要最好的汽车 还是不想要最好的汽车 此外 马斯克还表示 他脑海中的这场旋风 帮助塑造了他的优点和缺点 这些心灵的恶魔 在很大程度上 被用于有益的目的 他说 这并不意味着 偶尔他们 你知道 会出错 我是六博士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 埃隆 马斯克复杂思维方式的影响 马斯克公开对广告商表示不满 同时承认 他的某些推文是愚蠢的 他描述自己的思维 像一场狂暴的风暴 创新不是问题 执行是问题 他谈到了他小时候的自杀念头 以及在追求超越这个星球的 生活意义方面的重要性 他对被拜登总统冷落 表示不满 他警告广告商们 如果他们成功 使他收购的社交媒体平台破产 将会看到地球的反应 马斯克对迪士尼等公司 试图压制他的言论自由 表示不满 他在SpaceX和特斯拉 取得成功的心态 与经营X的心态不同 他在太空和汽车领域 经历了痛苦的公开失败 但他学习 调整 并再次尝试 他强调 物理定律是法律 其他一切都是建议 他希望被他的工程所评判 他创造了什么 他送上什么天堂 他表示 他的思维旋风 帮助塑造了他的优点和缺点 我是资深评论家 严守三教授 对于这篇文章 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 作者通过描绘 马斯克的复杂思维方式 展现了他独特的个人魅力 马斯克的直言不讳 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使他在商业世界中 独树一致 他的创新思维 和对自己行为的坚持 无意味他在SpaceX和特斯拉的成功提供了动力 然而 这种个性也使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颇有争议 他对广告商的公开挑衅 以及对迪士尼等公司的指责 虽然展现了他的坚持和勇气 但也可能对他的商业形象造成影响 其次 马斯克的思维方式确实独特 他将创新看作是问题的关键 而执行则是问题的本质 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他的创业精神 但也可能忽视了执行过程中的实际困难 创新的确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关键 但成功的执行同样重要 没有有效的执行 再好的创新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再次 马斯克对于物理定律的理解 展现了他对科技的深刻理解 他将物理定律视为不可违反的法律 而其他一切则是可编的建议 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他在SpaceX和特斯拉的成功 然而 这种观点也可能忽视了社会规则 和商业规则的重要性 在商业世界中 成功不仅需要科技的支持 也需要遵守商业规则 最后 马斯克的自我评价 展现了他的自信和骄傲 他希望被他的工程所评判 而不是被他的推文所评判 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他的职业精神 但也可能忽视了公众对他行为的关注 在公众眼中 他的推文和他的工程同样重要 都是评价他的重要标准 总的来说 马斯克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人物 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然而 他的一些观点和行为 也可能引起争议 我期待他能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展现他的独特魅力 同时也能对他的行为 有更深的反思 我是批评家金利 对这篇文章 我有以下几点尖锐的看法 首先 马斯克的思维方式无疑是独特的 但他的行为方式 却让人感到困扰 他对广告商的公开挑衅 和对迪士尼等公司的指责 无疑是他个人主义精神的体现 但这种行为在商业领袖身上 却显得过于冲动 甚至有些自私 他的这些行为 可能会对他的商业形象 造成负面影响 甚至可能影响到 他的公司的商业合作 其次 马斯克对创新和执行的理解 虽然独特 但是却忽视了执行过程中的实际困难 创新的确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关键 但是没有有效的执行 再好的创新 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他需要意识到 执行也是成功的关键 而不是简单的将其视为问题 再次 马斯克对物理定律的理解 虽然深刻 但是他却忽视了社会规则 和商业规则的重要性 他将物理定律 视为不可违反的法律 而其他一切 则是可编的建议 这种观点可能会导致 他在商业世界中遇到困难 在商业世界中 成功不仅需要科技的支持 也需要遵守商业规则 最后 马斯克的自我评价 虽然展现了他的自信和骄傲 但是他却忽视了公众对他行为的关注 他希望被他的工程所评判 而不是被他的推文所评判 这种观点可能会让他忽视了 公众对他行为的评价 在公众眼中 他的推文和他的工程同样重要 都是评价他的重要标准 我是读者刘芳 读了这篇文章 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问题 首先 马斯克的思维方式确实很独特 他的直言不会和坚持自我 让我觉得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不会为了取悦他人而改变自己 但是 他对广告商的挑衅 和对迪士尼等公司的指责 让我感到有些过于冲动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他的每一次言论和行为 都会影响到他的形象 我希望他能更加冷静和理智地处理问题 其次 马斯克对创新和执行的理解 让我感到很有启发 他认为创新不是问题 执行是问题 这让我意识到 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缺乏好的想法 而是缺乏将想法变为现实的能力 但是 我也有一些疑问 为什么 马斯克会认为执行是问题呢 是因为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吗 再次 马斯克对物理定律的理解 让我感到很有趣 他将物理定律视为不可违反的法律 而其他一切都是建议 这种观点很新颖 但是我也有一些疑问 他是如何将这种观点应用到他的工作中的呢 最后 马斯克的自我评价 让我感到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 他希望被他的工程所评判 而不是被他的推文所评判 这让我感到他是一个非常专注于工作的人 但是 我也有一些疑问 他为什么不希望被他的推文所评判呢 他的推文不也是他的一部分吗 总的来说 我觉得 马斯克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让人感到很有趣 我期待他在未来能继续展现他的独特魅力 并希望他能更加冷静和理智地处理问题 我是六博士 对于这篇文章以及以上评论者的发言 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 从严守三教授的评论中 我们可以看出 马斯克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引起了大量的争议 他的直言不会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虽然让他在商业世界中独树一致 但也可能对他的商业形象造成影响 而且 他对创新和执行的理解 虽然独特 但也可能忽视了执行过程中的实际困难 其次 从经历的评论中 我们可以看出 马斯克的行为方式 可能会对他的商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他需要意识到 执行也是成功的关键 他对物理定律的理解 虽然深刻 但他却忽视了社会规则和商业规则的重要性 再次 从刘芳的评论中 我们可以看出 马斯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都让人感到很有趣 他的直言不会和坚持自我 让人觉得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但是 他对广告商的挑衅 和对迪士尼等公司的指责 让人感到有些过于冲动 对于这篇文章 我认为 作者对马斯克的描绘非常生动 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都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 作为一名科技企业的领导者 马斯克的行为和言论 不仅影响到他自己 也影响到他的公司和员工 他的一些行为 如对广告商的挑衅 和对迪士尼等公司的指责 虽然展现了他的个人主义精神 但也可能对他的公司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 马斯克对创新和执行的理解 虽然独特 但也可能忽视了执行过程中的实际困难 创新的确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关键 但没有有效的执行 再好的创新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最后 马斯克对物理定律的理解 虽然深刻 但他却忽视了社会规则 和商业规则的重要性 他将物理定律视为不可违反的法律 而其他一切则是可变的建议 这种观点可能会导致 他在商业世界中遇到困难 总的来说 马斯克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人物 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 然而 他的一些观点和行为 也可能引起争议 我期待他能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展现他的独特魅力 同时也能对他的行为 有更深的反思 对于这篇文章的标题 我认为可以命名为 马斯克 独特的思维 复杂的人物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